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讨论基督教的时间了 关于圣经是不是完美无误的问题 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信徒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这个视频我想首先介绍一下相关的客观事实 然后总结一些我见到的意见和看法 然后再谈一下我对这些意见和看法的评价 我不觉得我说这些话会改变谁的信仰 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分享知识 讨论见解 当然我知识也是有限 所以看法也有自己一些偏见在里面 如果我说错了什么的话 或者说你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万一你在下面留个言 我会吧 讨论圣经内容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不得不谈到圣经的来源 很显然基督徒会告诉你圣经是从神那儿来的 但是这是他们宗教上的观点 我在视频中想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现有的能最好地解释就为圣经成书的理论叫做底本学说 或者也叫威尔豪森假说 这个学说认为旧约的摩西五经并不是摩西所写 但是其实这个学说之前才就已经这么想了 而是源自不同文献的组合编辑经历数百年渐渐形成的 这个理论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 也经历了渐渐发展和完善 现在是圣经学者中 当然包括也有基督徒 但其实估计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圣经学者中最普遍的看法 这是因为这看法能最好解释 旧约的经文中一些给人废解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摩西五经是一个人写的 为什么要重复好多历史细节 然后还有比如说为什么创世纪有很多不同的记载 很多其他细节问题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然后我们旧约圣经学中有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的内容 这些是各教会所共同的没什么问题 然后在此之外天主教和东正教还有各自的这个叫次经的列表 这些次经我们认为成书是基于旧约和新约的时代之间 在此之外天主教和东正教还有各自的这个次经的列表 这些次经我们认为是成书于旧约和新约的时代之间的 我至今为止遇到的基督徒宫里面 除了牧师这种级别之外 很遗憾的说大多数人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 有些可能在教会我们单个许多年也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所以很多人对圣经都有这样的误解 他们可能会说你看虽然圣经是这么多作者写 但是却前后呼应 他们不知道圣经不是一下被写成了 也不是一本一本书被写成了 而是随着时代变迁 这些书逐渐被修改和编辑成现在的样子 显然你也可以退一步说 就算旧约是经过修改和变迁的 我觉得这些修改是受神启示的 宗教总是可以退一步的 但我觉得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 当牧师选择性的不谈一些所谓对信心不利的内容的时候 这本质是在操纵人心 是在不择手段的误导别人信教 这些牧师没能公平的摆明这个事实的正反两方 让人去给人一个公平的选择机会 我觉得这个问题所在 基督徒们可能也会给自己找各种不同的借口去解释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只是太难了 不应该一开始教给那些刚学习圣经的人 也许他们真的说服自己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当你看到许多在教会里面 但许多年连这样的事情都不知道的人的时候 我不服 我觉得就好像一个大学生 学生物毕业的 说从来没有学过进行问 一样 你不得不怀疑这个大学是不是别有用心 这个最大问题是就算别人是别有用心 就算别人实际上是在误导你 那些固执的人仍然可以为误导自己的人找借口说 他们没有教我是因为这些太难了 所以我们怎么能知道真的是因为太难了所以没有教呢 这个需要吗 好好想一想 那我们回到圣经看看新约的成书 早期的基督教是没有现代新约的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经文 无论是福音书 始终行传 书信还有起生物都有很多 顺便说一句他们用那个新阿语的旧约 而不是西方阿语的旧约叫七十世译文 然后这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里面 过了几百年之后 这个新约圣经渐渐成形 有了现在的这个结构 四本福音书 始终行传 二十一封书信 然后约翰 起生物 这些书卷的早期版本往往残缺不全 内容也在这个不同底稿中间 有许多出入 当然这些输入大多数其实都是非常小的 传超错误或者语法错误 并不影响理解圣经内容 就是这个人超书的事 因为没有印刷嘛 所以超书说超错误 但也有些例子我们认为说 比较难以想象这是无意的 或者说传超错误 比如说马可福音 是我们认为四福音书中最早成书的一个福音 它的最早的一些手稿呢 其实没有记载耶稣的复活 是后人在上面加上关于耶稣的复活技术 所以你在河河本上可以看到耶稣复活技术 另外一个例子是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一定知道这个故事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 先去拿石头打他吧 这个故事也是后人加上的 同样比较现代的圣经的版本 都会标注这些事情的 事实是什么呢 有人在圣经上想了自己的东西 而且这些被加上的内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许多基督徒 当作圣经原文来看待了 但是新约圣经并不是只有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为什么福音书有四本 如果你读这本四本福音书 对于同一件事情记载 你会发现这中间会有许多出入 有时候甚至互相矛盾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 这四本福音书并不是被一起写出来的 是被分别写出来 被分别传播 然后被后人收集到一起的 可能有这之前的福音书 或者其他福音书 但是事情已经失传了 或者他们从别人那里 听到的耶稣基督的故事收集起来 或者唱了别人的福音书 写下来的自己的福音书 其实圣经最后一个问题是它作者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用词和语调 我们知道一部分的网络书信 和其他网络书信的文封并不相同 比如说两封提摩太书和提多书 许多学者通过统计里面所用的词汇 认为这些书信是第二世纪才被写下的 因为他用的词汇的频率 当然其他的书信 大家也有不同的疑问 我只是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总的来说 伪道经文的例子其实有很多 我们知道很多没有被收入圣经的经文是伪道的 我们知道圣经的很多书卷 其实是在早期基督之处之间是有共识的 也是比较早比较可靠的经文 但是反而来说 我们并没有任何保障说收入了圣经的经文 或者说上面每一个细节就一定是真的 或者说是它原本的面貌 或者那些没有收入圣经的经文就不是真的 或者说那些伪道就算是我们认为这整本是伪道 但伪道没有基 上面有一些有着事实基础的细节 问题就在这些细节上 基督徒可能会跟你宣称圣经是完美无误的 但是这和旧约圣经一样 他们很多人没有考虑到为什么福音书中内容互相矛盾 或者根本不愿意接受福音书中有任何矛盾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也许他们会跟你说四个福音书代表四个不同的角度 但是圣经本身没有这么说 这是后来的人发明重来的一个想法 去解释福音书这个矛盾的 我觉得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算福音书本来是分别写重来的 没有神的启示 基督徒们一样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是四个不同的角度 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出入 你可以说这些出入是有人故意的 就是从有不同的角度 然后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就和那些觉得编辑旧约圣经的人 是受了神的启示去编辑的这个理论一样 相信这个理论的人就算他们错了 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错误 所以关于圣经是不是完美无误的这个问题 就我所见 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误解是 他们觉得完美无误的圣经证明神的存在 所以当别人指出圣经上明显次相矛盾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愿意相信一些编道的故事上来解释这些矛盾的地方 所以他们不用去想改变自己的想法 反而你去问他们怎么知道 这些没有圣经原文知识的故事的时候是真的的时候 有些人不是所有 但是有些人会说我们相信神是完美的 所以他证明圣经上不可能有错误 而是必须有这些解释 我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大家可能听过耶稣基督死前蓬佩奥有两个死囚 一个咒骂他一个后悔并承认他是主 那么然后耶稣对这个承认他的死囚说 今天你将和我一起在天国里面 但是这是路加福音的记书 如果我们看马太和马可这两个比 路加福音要扫的记书 我们会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两个死囚都在咒骂他 仅此而已 没有写任何其他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一个陈祥师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 这两个死囚一开始都在咒骂他 后来有一个改口了 那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 是圣经上有些内容我没有看到 因为确实有可能是我看漏 对不对 我不是我没有说我一定就知道什么 然后他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知道圣经上不能有错误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看这是一个循环的国际 他有一个假想 有一个猜测 然后他会告诉别人这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圣经上有错误 圣经上曾经有很多错误 我们在渐渐修正圣经上错误 但是我没有任何保证说 现在的圣经就是完美无误的 无论是原本的这个文本 或者说这个语法上 细节上 还是他的教理上 是不是完美无误 那最后说一点 比较是自己的意见的东西 我觉得有些基督徒最可悲的地方 在于什么 他们关心的不是原本的圣经是什么样 也不是耶稣基督和基督教 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什么 而是去用一切自己能用的道理 去正当化自己的这一派基督徒 所相信的那些东西 然后去误导别人去相信 他们认为自己有真理 但是当你去问他们为什么 你知道这些是真理的时候 他们会告诉你 你需要首先假设 我相信这些是真理 然后你才能得到真理 他们会告诉你 你就是信心他们会告诉你 有信心很重要 有信心才能知道真理 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想一想什么呢 为什么你觉得信心能给你真理 如果其他宗教人能够通过信心 觉得他们的宗教是真的的话 信心难道不是阻挡了他们去接受 在你看来的真理吗 你怎么知道你通过信心得到就是真理 你怎么知道信心没有像他们一样 阻挡你去接受真理 我想说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相关的意见或者评论的话 欢迎写到下面的评论网里面 我会回复 拜拜